今天已经7月2号了 又给大家看一下这几颗双藤子的生长情况 就是1,2,3,4 这四颗后面这一颗是最后种的 如果没看过我前面的视频 可以翻一下从上月多就开始种的双藤子 这一颗叶子长的还是很多的 第二颗呢 这个就长得差一点 有很多枝条没有芽 但是有芽的枝条呢 这叶子都很老了 都开业了 很多人都说如果像这种开业了 就机会就大了 这第三颗呢 这个长得也是很好 这个枝条高了 有一米多高了 这枝条 也没见有什么回芽的情况 就是第三颗的这个叶子开的没那么好 第四颗呢 这个芽就少一点 但是也开业了 这是最后后面种一颗 也有一些叶子 但是后面这一颗呢 总体的生长情况不是那么理想 这里断了一条枝 这些芽看起来呢 好像就没有那么健康 就是这四颗 目前这种状态 我个人分析呢 这个肯定是会有新根了 但是这个新根 目前来说肯定还不多 最后能不能活下来呢 有很多朋友说这几颗都能活 我也希望它都能活 但是最后究竟能活下几颗呢 这个就不好说了 但是看这种状态呢 这四颗都有活下来的机会 也不知道是不是运气好 还是这种种的方法好 不过是总共四个方法 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是吧 这一颗就是正常 像那些大师傅教的啊 修剪好练桌呢 练了一天一夜的 这一颗呢就是晒了一下根部的 可以翻一下我前面的视频看一下了 有兴趣的朋友 这一颗呢是 涂了三口一合计的 连根部都涂了 最后这一颗呢就是什么都不管 就是挖回来直接就种了 就这四颗 目前伸展就这样 这期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有想知道 后期我会继续给大家分享